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莲花 他是后面写的 请乎公开姓名 师尊佛安 弟子想请示师父 现在网路媒体时代 隐音胜过文字 文字胜过书籍 更多现在的年轻人 显然很少看书 看经 看文籍 故列生出经书 等久直幻黄 也就是说 那些经书放了很久 变成颜色都黄掉了 或者放在腹外 有损坏的现象 感觉到 这是宝 等于是说经书是宝 但是无人密之感 弟子曾在寺庙 看到满山满谷 花心印经印书的指向 大多全附上灰尘 或者已经破损 故想请示师父 注印经书的功德 以网路转传经书内 文或师尊文集 或者经济等功德 是否相同 或制成影音 利益更广大的众生 他是认为 以前的功德 很多人都是印经 印书 那么去印扇书 送给大家看 但是他认为 现在的人很少看经 看扇书 很少了 已经很少 大部分是看网路 或者是听声音 影音 他是问印经书的功德 跟制成影音 或者是在网路上 这样子传播功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认为怎么样 应该要配合时代吧 那现在大家看网路了 在网路上宣传 或者是说文字宣传 在媒体上宣传 在报纸上宣传 或者是在网站上面宣传 应该讲起来功德是一样的 在我的想法 至尊的想法 功德是一样的 真的很多寺庙里面 有很多的印经 印了很多的经 或者印了很多的山书 分给人家看 但现在看的人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在 还是有人在看书 像我本身就喜欢看书 有些人都是看网路 但现在年轻人看书的是比较少 我想功德应该是一样的 功德是一样的 请勿公开姓名 这好像不怎么重要吧 对不对 又不是属于个人的私密 是一样的 以前我拿到真佛报 或者是我拿到我们的染灯杂志 如果我是在台湾 我就把染灯 跟真佛报 已经放很久了 我会去找台湾的土地公庙 然后就放在土地公庙 让人家来看 所以人家去拜拜的时候 看到有真佛报 有染灯 他就会把顺手拿走 还是有人看的 还是有人看的 那在美国呢 我们应该送到餐馆门口 很多餐馆门口 可以摆在餐馆门口 摆在那个杂货店门口 将那个免费的很多报纸放在那里 我们也可以把真佛报拿去那里放 放在那里 还有一次佛琪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也是高级的西餐馆 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把那个面包 特别做的面包 用报纸包出来 活起一看 是真佛报 竟然包这面包出来 他还懂得几个的 他虽然是kindergarten过来的 但是他还懂得 那是吃不到食物 出饭的生活报 因为上面有我的照片 上面有我的照片 就包着西餐的面包一起出来 也是利益广大的众生 功德是一样的 要配合时代的 所有的宣传 这个媒体是很重要 透过媒体 透过网站 当然书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一些人还是看书 像我还是看书 很多知识都从书本里面来 你两个眼睛 去看这个网路上的书 所谓电子书 电子书 恐怕比较吃力 看书呢 眼睛比较不会吃力 看电子书 来见 克里面 被称 HOL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